有些朋友问我呀 他说学挖机学多久才能学出来 这个不一定的啊 但是有一点就是啥 学挖机你不可能说学到什么活都能干了才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你简单的活能干了就行了 什么装个车 简单的勾会挖了就可以出来了 出来之后找活肯定这样很多学徒兄弟头疼的事嘛 找活不知道该去哪儿找 也不知道从哪儿入手 对不对 我就给你们说几个简单的办法 首先现在网络时代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嘛 什么赶机网本信网对吧 像这些网的都可以找 找司机的网他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他都真的要司机 对吧 就算不要你把那个给他打个电话 通讯一下他老板有你的手机号了 现在不要他指不定哪天就要了 对不对 再说一个最原始的办法 每个城市他都有挖机的聚集点 他有可能是一个有可能两三个聚集点 就是一大堆挖机在那一块等活 就那种聚集点 你可以到那个聚集点的前去问 上前自己跑过去问 胆放大点对不对 好让他去问看他要不要司机 你找活的时候不要说你刚出来的学徒 你就说你干了一两年了 就说水平一般般 就这样说就行了 也不能说太吹牛对不对 这种老板如果说把你带到工地去的话 就算去你干不了对不对 最起码如果说活简单的话 你还能干一会儿嘛 那干个一天半天的 你不管给不给钱 首先你最起码你那个 已经练了一天半天的车了呀 是不是 还有一个碰见开挖机的就问 就问 哪里有找司机的 你到这个每个这个挖机停车场去问 他一般都在这个城市的周边 去问他就算当时没有人要你啊 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 有可能你前脚刚走后脚 他就有人问了 因为你接近这挖机这一行业了 你进去这个圈子 他这个挖机圈子相互都是通的 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 这个老板不要那个老板要 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 有些老板他活特别简单 他活少活简单的情况 他也想找个便宜的司机 所以他就这个想法 你工资刚开始出去不要要太高 是吧 比别人低一点就行了 只要有车链就行了嘛 反正不管咱说 不要就是说怕 胆放大一点 抱着一种北折不牢的精神 不要怕被别人骂 不要怕被别人看不起 不要怕被别人笑话 不要怕看别人的脸色 坚持 付出总会有那个啥 回报的 希望对你们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啊 感谢收听啊 感谢收听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